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行筹划与执行 进行全台各地的同号 共同参与 我想屏东的年轻年的创意无限 也展现屏东的活力 还有生命力及创造力 所以我们每一年 很让年轻人自行规划设计 不单是动人的 红人漫画 或是coser来扮演的cosplay 或是偶像等等的 这些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内容 每一年有不同的主题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年轻人 他们每一年都会传承 学长学姐带动学弟 然后每一年大集合 每一年也自己像 这个回梁家一样 动漫回梁家 2021联合动漫展的重头戏 是邀请由日本培训的 台湾偶像新女团 到屏东来演出 除此之外 更延续去年筹办的感动 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 让屏东更多青少年族群参与 办出属于自己的动漫活动 今年特别的地方在于 我们有邀请日本经纪公司 在台湾培训征选的偶像 来屏东做演出 以及有同仁创作 所以我们有摆同仁摊位 同仁摊位就是和动漫的 二创有关的商品 或是他们自己原创的 动漫角色的商品 那边的话就是有偶像 他们演出结束后 和粉丝一起互动的 一个误犯区域这样子 那整个三大元素 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 我是来看就是 大家cosplay的样子 然后有办什么人物 然后我想听他们 就是唱的歌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就是 就是跳得很好 而且还可以就是 一边唱歌一边跳 就很厉害 觉得就是 这样的气氛很好 因为就大家都很就是 很勇敢地展现自己的那种感觉 许多参与民众都强调 屏东办理的动漫 判斩真的不输海外现实 期许透过活动留住屏东的孩子 将在地特色融入动漫元素 搭造屏东动漫祭典的新品牌 屏东新闻 未听张智豪 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